我是來自臺灣 台中 然後我是出生1998年 12月是年末 然後我來大陸應該有四五年了吧 我覺得來到大陸 我感受到這邊有一個創業的氛圍 我感覺我身邊有很多很多的創業者很努力 然後其實在咱們廈門吧 我們創業其實環境很好 就對於我們台青來說環境很好 因為廈門市的政府跟區政府 都是對我們有大大的支持 他們給予了我們台青的一個相對的一些優惠政策 在於創業這塊的補助 在自己租房上面 政府也給了一些創業的支持 能夠補貼到個人的租房、辦公室 甚至還有啟動資金的可憐 我覺得這個是 我在這個時期來到祖國大陸創業 比起我父母那個領大來說 幸運的太多了 然後正因為有這些的福祉 跟這個環境的小夥伴一起加油 我覺得來到祖國大陸這邊創業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的有動力 並且一直在朝著那個夢想去發展 那我相信祖國大陸會有一片我的蓝天 我相信這邊有我的夢想 然後我相信這邊是我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堅持在做我想做的每一個事情還有事業 我現在來這邊也四年了 我也覺得自己是個夏美人 我也希望自己以後 能夠在祖國大陸這邊 然後找一個好的姑娘 然後在這邊成家立業 就像是落葉歸根吧 也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就是覺得說 希望自己能夠在這片土地上面 能夠好好努力 然後在疫情後 能夠波雲見日 然後我相信 以後會有晴天 然後我更相信祖國大陸的懷抱 會一直擁抱著我們 然後去朝著一個創意的夢想去發展